這條數有兩條方程,即是有四個根 如是者,我們不妨切第一條方程的兩個根就是x1和x2 然後第二條方程的兩個根就是x3和x4 然後我們看到有些系數p、q等 令我們聯想起,不如用偉達定理去加入他們 所以x1加x2,這次就等於p x1乘以x2就等於q x3加x4就等於q 然後x3乘以x4就等於p 我們這四條式看到右邊有些p、p、q 不如我們把p、q再group在一起 所以這次我們可以先把q在一起看看 即是x1乘以x2這塊就等於x3加x4 然後就是另外一條 x1加x2這塊就等於x3乘以x4 然後呢 既然這樣我們就把上面的顏色減下面的顏色看看 那我們就得出一條這樣的數 x1,x2,減x1,減x2 x2,減x3,減x4,減x3,減x4 整塊就等於0 我們看到前面這個有2斤積 然後有2斤和2斤 就令我們聯想起 不如我們將它有少少加鹽加醋的成分 我們兩邊各自加1下去看看如何 這裡加1,這裡加1 然後由於加2個1 右邊就要加2的 然後我們發覺有些東西可以group 有功因可以提取 我們做完這一步之後 我們就會有一條這樣的顏色 就是x1-1乘以x2-1 加x3-1乘以x4-1 這塊就等於2 之後我們的討論就很特別了 由於我們討論x1和x2 整塊都是正整數 x1,2,3,4的全部都是正整數 所以整塊來看 這個當然都是正整數 因為減1出來的都是正整數 正整數加一個正整數 這就等於2 我們就變成沒有其他選擇 基本上只有幾種 所以我們到頭來 就只有以下這麼多隻 分別看看 第一個就是x1-1這個東西 乘以x2-1這個東西 可以等於什麼 然後x3-1這個東西 我們各自看一看可以代表 可以扔什麼數 既然加完這個 需要等於2 基本上就沒得選 要是由於全部沒有負數 不可以加一個頭 那就沒得選 我們剩下的就是 要是這個東西 等於2 等於1 等於1 等於0 下面相對地 由於加上等於2 下面相對地就會變成0 1 2 如果以以上的這個牽扯來解題 解題的話 解出來 下面就會變成0 這個樣子 我們就會解到 相對應的p 和q 如果我们解第一批是2 然后下面那个是0 我们就会解到 P这个东西是5 Q这个东西就是6 而过来两个都是等于1 P就等于4 Q又是等于4 然后这个大家都想到 应该是倒转的 所以今次P就等于6 Q就等于5